怦然在心动大结局 黄毅摧尾牵手 王子文武永恩公开练情 太甜了 请点赞订阅 谢谢 春风起 绿草如荫 百花盛开 春潮涌动 在这美好的春光里 怦然在心动迎来大结局 有人欢喜有人忧 黄毅摧尾牵手 王子文武永恩公开练情 果然是怦然在心动收官啊 武永恩告白这段看得人小鹿乱撞 两人热情拥抱 真的太甜了 看得让人真心动 01怦然在心动自1月23开播至今 历史两个多月 五位女明星王子文 王林 黄毅 白冰 蔡卓怡的勇敢追爱之旅 让人印象很深 如今 怦然在心动大结局 对于持续追这档甜蜜蜜爱综艺的网友来说 心里有些不舍 作为真爱助理 王大陆更是带着不舍发长文 告别怦然在心动 告别怦然在心动 王大陆申请告别泥平 告别美丽大方善良温柔体贴的冰姐 告别小妹蔡蔡 告别洒脱有个性又有力量的黄毅姐 告别少女新爆棚的小妈王林 告别紫文姐 并提示紫文姐 如果你们两个结婚的话 记得邀请我当婚礼司仪或伴郎 作为姐妹们的小管家和弟弟 王大陆这段时间的努力和用心 有目共睹 王林亲切地称他暖宝宝 不少网友和粉丝也暖心地说 希望下一季还能看到大陆勤劳的身影 吴紫棋说 有爱的一家人 舍不得你们每一个 大陆辛苦了 时光不老 我们不散 贴心管家弟弟江湖再见 02怦然在心动大结局 有人欢乐 有人失落 蔡卓一事拒绝 让人惋惜 努力打开你的同时 你也打开了我 这21天很梦幻 很开心遇到你 蔡卓一未接受陈月表白 在陌生时我们相逢 在熟悉后我们分手 白冰温柔风穿搭 白色大衣配上第一丸子头 她跟着自己心 跟着自己的感觉走 白冰未接受李元涛表白 白冰说 21天定律 21天会养成一种习惯 已经习惯和你们所有人住在驿站 每天嘻嘻哈哈 做饭打扫 时间过得好快 分开 真的让人不舍 感恩一切的遇见 感谢你们带给我的快乐和温暖 我爱你们 我的家人们 而王林在早前就单方面终止了与方蕾的约会 她思前想后 请求王大陆给她看方蕾的朋友圈 当看到方蕾删除了表白的视频后 王林的内心五味杂陈 而王大陆也是暖心地劝王林方蕾 可以做朋友 03看着怦然在心动大结局 让人欣慰和开心的是 黄毅摧尾牵手 王子文 吴永恩公开恋情 黄毅带着女儿见摧尾 三个人在一起很和谐 黄毅八岁的女儿说摧尾是高冷的学霸 看起来很喜欢这个儒雅的叔叔 摧尾在阳光房准备了浪漫惊喜对黄毅告白 最终黄毅摧尾牵手 黄毅说 不勇敢谁替你幸福 果然 爱情就是要勇敢踏出第一步 在怦然在心动中 最甜得 当属王子文 吴永恩 锦号 王子文 吴永恩 锦号 遇见是偶然的凑巧 结果是美好的必然 王子文 吴永恩公开恋情 王子文面对吴永恩的真情告白 选择和吴永恩继续交往 两人甜蜜而深情的对视 甜美而幸福的微笑 以及热情的拥抱 真的是甜煞众人 没想到吧 吴子齐最终真的刻到真CP 看到王子文 吴永恩甜宠的场景 吴子齐纷纷送上祝福 我们会高举吴子齐大旗 希望你俩能够一直幸福地走下去 子文姐姐要永远幸福 吴永恩要好好照顾姐姐 吴子齐 永远不会散 永远支持你们 好暖心 特别声明 以上文章内容 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不代表新浪网观点或立场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 版权或其他问题 请于作品发表后的 30日内与新浪网联系 印象中必穹